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鉴于沐浴之水 是用桃枝柳叶 丁香花和珍珠粉熬制而成的 有去鞋除灰的功效 是皇上特别叮嘱准备的 为你洗去 从冷耕出来的晦气 熊炙 伊宗 七熊, 王昌 涅滑 2十丁香 1十丁香 2十丁香 2十丁香 7十丁香 2十丁香 2十丁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 秦银 你凭着自己走出了冷宫 果然是乌拉纳拉市的女子 可是乌拉纳拉市的女子 是不会止步的 你要继续向前 去拿回属于你的遗弃 属于你的遗弃 卓儿 卓儿 可是又梦演了 梦演什么 你胡说 自从贤妃从冷宫里出来 您就睡得不踏实 这个剑 进了冷宫不安分 出来更深祸 剑 我容不得它 我不怕 我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不怕 卓儿 请皇后娘娘安 都起来坐吧 谢皇后娘娘 咱们都好久没见着贤妃了 从前有些误会 让贤妃委屈了几年 如今贤妃重新回来 跟咱们作伴 彼此要和睦才好 谢皇后娘娘关怀 贤妃 盛贵人从前是伺候你的 如今深得皇上欢心 你们更要好好相处 是 是 虽说这盛贵人 从前是伺候贤妃的 可如今却大不一样喽 仗着皇上喜欢 不是成日里在宫里打骂奴才 就是什么睡梦宴了 吵吵闹闹的 也太有着自己的性子来了 价平娘娘说笑了 贤妃侍寝的时日多 能有几日是苦恼的 娘娘别识听差了 得了 青天白日的呢 别老把侍寝这种话挂在嘴边 贤妃 还有淑贫和庆常在 他们都是新人 你得空也跟他们说说话 你今天这身打扮 也肃静了一些 本宫当年 赏给你跟贵妃的那对镯子 你怎么不戴了 莲花镯上的赤金丝松散了 臣妾送去修了 还是要天天戴着 那才是咱们前嫡姐妹的情分 那是自然 皇后娘娘的厚爱 臣妾是一日都不敢忘 贤妃也是刚回来 该好好歇着 过几日立东家宴 本宫在厅宴 替你好好热闹 就算是为你贺喜 谢谢皇后娘娘 姐姐有空啊 多到我宫里去坐坐 也看看我照顾永皇 静心不静心 永皇养在你的宫里 自然已经是你的孩子 怎会不静心 是你受了委屈 永皇才积养在我宫里的 如今你出来了 礼应还给你才是 这样家平有永成 我有永章 你有永皇 大家一样才好呢 你想得细致 只是我刚从冷宫出来 朱氏还需梳理 也怕对永皇照顾不周 还是留在你宫里吧 妹妹一定不辜负姐姐的嘱托 好好照顾永皇 倒是姐姐啊 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好 那个慎贵人 魅惑皇上多年 又目中无人 姐姐一定要料理了他 放弄出当年那口恶气 本想让你搬到易坤宫与我同住 可是你肚子大着 不方便挪动就罢了 若你生了阿哥 皇上尽了你的位分 你倒是可以搬到镇殿去住啊 财部呢 那里是姐姐住过的地方 现在还跟你当时离开的时候 一模一样 我动都没动 就当是留个念想 你这一脑门子古怪想法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啊 生出来不知道 是什么古灵精怪的性格呢 踢我呢 知道你说他坏话 姐姐 说起来你回来也几天了 皇上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 在易坤宫留宿过 也没有翻过姐姐牌子 申疏了几年心结未结 不想那么亲近 也是 姐姐冤屈未白 遇见皇上自然别有 明天就是立东家宴 但和宫的人都会见着姐姐 都会见着姐姐 到时候咱们就看皇后和盛贵人 她们如何表现吧 冬天有了暖手炉还真暖 今儿是立东家宴 皇阿娘未寒不肯出司宁宫 幸好有皇上肯傻面 咱们也可一起凑个券儿 今儿个一早啊 朕去京郊 看军营演武 便得皇后相邀 得知各宫都做了饺子 朕也来尝个热闹团圆 皇上 这些饺子 都是臣妾们亲手做的 无非是一些寻常的菜馅 跟肉馅 请您都尝一尝吧 好 甚好啊 手艺不比玉厨做得差 皇上 臣妾不会包饺子 所以只带了一壶 玫瑰花拌酿的醋 贤妃啊 这吃饺子少不得醋 你的东西虽不是最要紧的 但是是最不能少的 贤妃 难怪皇上对你如此牵挂 皇上和皇后娘娘同心一体 想来皇后娘娘对臣妾 也是日夜挂怀的 阿若也一样吧 如今孙妹妹都已经是嫔妃了 怎么贤妃还叫她阿若呀 您这么一叫 我怎么看她那身贵人衣裳 那么别扭啊 老想起她从前伺候你的样子 从前叫惯了 一时改不了口 好 盛国人 你是该饮酒金星 如意为盛国人的救助 如今沉冤得雪 今天的佳宴 也算是为如意热闹热闹 盛国人身为旧仆 理应同庆 是 贫妾尽贤妃娘娘 好 盛国人 看你为贤妃如此高兴 朕也高兴 即日起封盛国人为盛品吧 皇上 您这般骤然封品 也太轻率了吧 皇上 品位乃义公主位 身份贵重 并如梅品 书品和家品 不是生子 也是家世显赫 或宠多年 是啊 皇上 盛妹妹跟臣妾住在一起 若是她也奉了品位 那这启祥宫 岂不是有两个主位了 无论盛品如何受封 启祥宫就只有你一个主位 为表尊卑有别 盛品的册封礼 就免了吧 是啊 家品妹妹生了皇子 同事品位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皇上 这缺了册封礼 名分不正 朕看重盛品 不在于礼书上 臣妾谢皇上恩典 慎平大喜 想来皇上今日 也不必翻牌子了 自然有慎平相伴 才是皇后之朕的心意啊 就在那里裙卑平之分 还算是皇上 还算是皇上 才是皇上 不是皇上 为了皇上 这次元的皇上 还求皇上 你这次皇上 皇上 真是皇上 姐姐是品位 我也是品位 大家平起平坐 谁又比谁高贵呢 本宫是皇四字生母 乃品位之首 你一个贤妃的婢子出身 也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四个字 为着您的救主贤妃出了冷宫 皇上才赏您这个品位 其实想想也不对 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 毒害梅嫔与怡嫔的皇嗣 可今日皇上却惊口欲言 说贤妃娘娘蒙冤 依奴婢看 这封赏品位 怕是在打您的耳瓜子 贱婢 呦 梅香拜靶子都是奴才 何苦打起自己人来了 立心 这一巴掌你就受着 也跟人家学学 是怎么爬上皇上笼床的 奴婢可不敢背着主子 偷偷勾引皇上 更不敢背弃诬陷主子 不管奴婢挨了 甚凭多少巴掌 奴婢都学不会 这些下三浪的本事 你 主 你敢打我 这一巴掌是教你学乖 成宠这些年 早忘了自己是怎么 爬上来的吧 肯跟本宫无礼 也想想你有多少本事 我自有皇后和贵妃做主 是吗 那就看看 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 你 你 你 人人都瞧不起我 即便我已经封了嫔尉 在他们眼里 我依旧是个贱婢 主儿 别往心里去 他就是嫉妒你 今儿是您封贫的大喜日子 这晚上还要事情呢 咱们回宫去 奴婢给您拿鸡蛋揉揉脸 走吧 阿若这几年 看来过得也不痛快 杰恩宠于一身 难免招冤 再说 她当初是怎么样卖主求荣的 大伙心里都有数 自然是瞧不起她 荣华富贵自己求的 欺凌羞辱也得受着呀 晚点的时候你吃了这么多 现在又吃 你不怕撑着吗 不知怎么到 老是觉得饿 你吃那么多 肚子越发达了 反正呢 这身子是见不了人了 不多吃一点 怕亏了孩子 那样更不值得 请嫌妇娘娘安 海贵人安 江太医 海贵人的食量 大得让我担心 不知道她怎么了 海贵人 胃气安稳 无妨啊 不过 这胎体看着 确实要比 旁人同月份的 大了许多 主儿 安胎的药得了 行啊 先放旁边 晾一会儿吧 好 赶闻贵人 可是按着 微城开的药方子 吃的药啊 自然是了 有什么不妥吗 好 这味道不大对 五福 可否把药渣拿来我瞧瞧 就在外边呢 小的这就去拿 被她的毒 未尘不会看错 这安太药坊里 被人足足地添了分量 但这加进去的 却不是什么坏东西 而是开胃健庇 稳固胎气的好药 只不过 比微尘开的量多了些 这药坊是微尘开的 药是在太医院抓的 配好之后 被城看过了无妨 这如明见 奴才从太医院领了药来 就小心谨慎 从煎药到端到主根前 都没有旁人插手啊 这安台祖方 被人调了比例 这药性 便会偏重于稳固胎气 鬼人本就气虚 吃了这样的药 龙胎虽无碍 可是 这母体身上的精血 就会被胎体所吸收 母体会变弱 龙胎过壮 等到生产的时候 鬼人 恐怕要吃苦头了 江太医 这件事 劳烦你细查清楚 为城回去以后 一定会细细查查 还请贤妃娘娘海贵人放心 为城以后 一定会更加